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先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 还是要提醒大家注意农雾 那么这几天呢 其实大家都感受得到西部地区 那么很多这个沿海的地方呢 都可以感受得到这个农雾的情况 那这个农雾呢 有一些是空气污染是霉 但是呢基本上清晨的状况呢 主要的都是海面上飘过来的平流雾 所以这个雾气非常的大 有的时候呢本来应该在太阳出来了之后呢 就在太阳的蒸发之下 因为它是小小的水汽水滴 那么应该是在太阳的蒸发之下 就应该散掉的 但是呢这两天的情况是 从海面上不断的补充进来 不断的补充进来 所以大家会觉得这个雾农散不掉 那么开车的朋友要特别的注意 那么现在呢包括了桃园 新竹 苗栗 台中 云林 好所以你看到中部以北的西半部地区呢 都已经是能见度不到200公尺了 那其他的地方也有一些 能见度偏低的一个状况 请大家开车的时候 一定要小心注意 那么至于在这个降雨的部分呢 北部地区云量今天稍微的增多 降雨几率20% 没有再像前两天这么样子的稳定 但基本上应该还是处于一个多云 但是呢基本上是偏稳定的天气形态 中部地区情蚀多云降雨几率10% 南部地区情蚀多云降雨几率是0 而至于东部地区多云 降雨几率20% 澎湖地区情蚀多云 降雨几率是0 在温度的部分 今天呢北部地区受到云量增多的影响 所以最高温度不再像前几天 可能会来到将近30度 北部地区今天白天的温度是20到26度 中部地区是19到28度 南部地区还是非常的温暖炎热 19到31度 东部地区是20到27度 澎湖地区是18到23度 目前各个主要城市的气温 台北台中20度 台南花莲宜兰21度 高雄跟台东23度 澎湖19度 要注意的是呢 北部地区要特别注意的是 礼拜六明天的深夜呢 又会有一波的封面来报到 所以使得礼拜六晚上开始一直到礼拜天 乃次于到礼拜一 下个礼拜二的清晨呢 这一波封面呢 才会离开 影响北部的温度 好像很明显的降温呢 最低温可能只会降 可能会降到12到14度空旷地区 所以提醒大家 过去这几天非常的温暖 那未来这几天的温度变化 就要特别注意了 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美国股市 美国股市呢 出现了股债双杀 在股市的部分呢 四大指数全数下跌 尤其是科技类股 修正幅度相当的剧烈 道成工艺指数呢 是下跌了153点 收盘指数是 32862点 跌幅0.46% 那道琼跌幅呢 其实在四大指数当中 是最小的 主要是因为呢 很多的金融类股 其实在今天凌晨的时候呢 都还是上涨的 比如说像是 GOMEN SAX 或者是像这个 这个我看一下 3M呢 也是在上涨的 VISA也是上涨的 好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个有很多的金融机构 还是在上涨 但是科技类股的修正幅度 就剧烈了 纳斯达克下跌了 409点 收盘指数是 13116点 跌幅高达 3.02% 从科技类股的角度来看 有一丁点屠杀的味道在 SNP指数也下跌了 58点 收盘指数是 3915点 跌幅1.48% 费城半导体 大跌了 131点 收盘指数是 2976点 跌破3000点 跌幅高达 4.24% 五大科技天王 全数重挫 苹果大跌了 3.39% 脸书下跌了 1.9% 阿发贝下跌了 2.92% 亚马逊下跌了 3.44% 微软下跌了 2.67% 而台股的ADR呢 也是集体的下跌 台积电的ADR 下跌了 3.55% 日月光的ADR 小跌了 0.27% 联电的ADR 下跌了 4.52% 中华电信的ADR 下跌了 0.82% 那美股的 这一个 股市的下跌 源于 美国的 十年期公债值利率呢 在盘中的时候 一度飙升到 1.75% 也就是 它的债券的 价格 狂跌 而且是 其面的 狂跌 那么 两年期 五年期 十年期 三十年期 它的殖利率都往上标 但是它的价格 都是往下跌的 那美国 十年期公债值利率呢 现在是 1.706% 这也都是创下了 去年 一月以来的新高 所以 去年一月 其实在 美国疫情之前 就现在的 美国十年期 公债值利率 其实已经来到了 美国疫情之前的 表现了 好 那么 不只是股市的大跌 那再次的大跌 油价呢 也是重挫 纽约银油期货价格 大跌了 4.60美元 每一桶的报价是 60美元 跌幅高达 7.12% 创下去年 9月8号以来的 最大单日跌幅 而北海布兰特原油 也重挫了 4.72美元 每一桶的报价是 63.28美元 跌幅高达 6.94% 也创了去年6月以来的 最大单日跌幅 芝加哥 黄豆期货也下跌了 25美分 每一桶的报价 1392.25美分 跌幅1.8% 那至于在黄金的部分呢 则上涨了 5.40美元 每二次的报价 是1732.50美元 涨幅0.31% 美国时间期 公债值率往上升 理论上来讲 是压抑黄金的 但是呢 因为科技股的暴跌 所以使得就算是 没有任何利息收入的黄金 相形之下呢 它的这一个 至少避险的功能 还是存在的 所以黄金呢 最后尾盘的时候呢 小涨 另外我们看到的是 美元指数呢 则是反弹 上涨了0.3个百分点 来到91.853 其实呢 欧洲的股市呢 三大股市呢 都是上涨的 因为昨天联准会 释放出来的讯息 市场第一时间的解读 是鸽派 因为第一时间解读鸽派 所以从雅股 一直涨到了欧股 那么美股呢 开平 不过市场的疑虑 其实非常的深 觉得现在这样子的 一个通膨的疑虑 十年期公债值率的往上升 美国联准会 都不采取任何行动吗 那么可以吗 所以才导致了 美股呢 就一路的走低 好那不过呢 欧洲三大股市其实上涨的 英国金融税报 版主价指数上涨17点 涨幅0.25% 巴黎巴黎政商工会指数 上涨了7点 涨幅0.13% 德国法兰克福指数上涨了178点 涨幅1.23% 好接着呢 我们就要来看一下 今天以及最早的这些相关的讯息 所以联准会的最新信息 我们很快的就已经这个转达给大家了 那么联准会呢 昨天四不变 它的利率是不变的 它的购债规模是不变的 它的购债结构不变的 它到2023年底之前不升息的承诺是不变的 那么但是呢 市场从那个点证图当中 看到了18位可以投票的委员当中 已经有7位认为 2023年底之前应该要升息 而市场呢 也在观察联准会的 这个政策的界限到底在哪里 所以你看到 美国的公债殖利率呢 昨天呢 立刻的上升之后呢 就包括了10年期公债殖利率 来到了1.75% 创了去年1月以来的新高 30年期的公债殖利率 也飙升到2.51% 这是创了2019年8月以来的新高 所以债券价格急剧的下跌去凸显它的殖利率攀升 所以现在市场显然对联准会的承诺 那么有很大的疑虑 所以呢 这是债市的部分了 那么除了这个美国的这个联准会的会议之外呢 我们看到昨天呢 英国央行也宣布 那么跟美国联准会采取同样的态度 那就是呢 在通膨达标之前不会升息 那么另外呢 日本也传出来 因为他们昨天开始两天的利率决策会议 昨天的日本也传出来呢 日本不会动利息 但是呢 它会容许那个负利率的区间拉大 从正负0.2 然后拉大为正负0.25 另外呢 印尼顿呢 的部分 印尼央行呢 也宣布不调整利率 既不升息来抗通膨 也不降息来刺激经济 不过 在新兴市场当中呢 已经出现了 升息压力的是巴西 巴西呢 昨天宣布一口气升息三马 将基准利率从2%上升到2.75% 那么巴西其实现在深受疫情之苦 它的经济其实压力非常的大 理论上来讲 纯粹就救经济的角度来讲的话呢 是必须要降息来救经济的 但是呢 现在巴西也深受通膨之苦 因为一方面呢 美国十年提供在直立上升之后呢 那么巴西的货币不断的贬值 所以使得进口成本不断的增加 所以呢 巴西出现了六年来首度的升息 那这也意味着 跟巴西类似的一些新兴国家 可能都被迫要升息来抗通膨 不过呢 标普认为 这个在新兴国家当中 情势不一 那么亚洲新兴呢 可能不必担忧这么的多 好 那么在经济基本面的部分呢 美国公布上周出资情领事业救经人数 又上升到了77万人 然后连续情领事业救经人数呢 412万人 也比前期呢 要来的这个 就比预期要来的高 所以救援市场好转的速度 看起来并没有那么样子的顺畅 所以救援市场要改变 其实还有一点点距离 但好消息是呢 根据拜肯锡呢 去调查中美英法德 这五个国家呢 他们的这个消费者的一个情况 那么这里面呢发现 美国因为他的超额储蓄呢 在过去这一年增加的速度非常的快 预计解封之后呢 有1.7兆美元的超额储蓄 可以带动消费 是报复性消费呢 最快速的国家 那么至于英法德呢 可能速度没有办法那么的快 但是呢英法德的情况是 他们比较平均 美国呢是高所得者 快速报复性支出 但是低所得者 人就没有办法 很快的跟上 但是英法德就平均 这是看到经济解封之后呢 每一个国家 报复性支出的情况 不一而足 好接着我们就要来看的是 陆港股的部分 那么陆港股昨天呢 其实随着雅股都是上涨的 上证中和指数上涨了17点 刷盘指数3463点 涨幅0.51% 深圳城址上涨了154点 刷盘指数是13963点 涨幅1.12% 香港恒生指数上涨了371点 刷盘指数是29405点 涨幅1.28% 好接着呢我们就要来看一下 台湾的部分 那么中央银行昨天呢 举行央行的礼监事会议 当然如外界所预期的利率 没有任何的调整 连续第四个季度 它是冻结利率的调整的 好那么在同时呢 也上修了今年经济成长率的部分 原本预测呢是3.68% 现在上修为4.53% 一口气调升了0.85个百分点 好所以利率没有任何的变动 那当然有记者问到说 如果美国联准会 它会一直到2023年底之前 都不升息的话 中央银行是不是也跟着 美国联准会一样 在2023年底之前都不升息 不过呢中央银行总裁 杨金龙并没有保证啊 他说还是必须要看台湾的 包括了就业状况 以及通膨的状况 不过昨天呢 中央银行最受瞩目的动作 是打草房 那么对于 采取了选择性信用管制 也就是对于部分的贷款 然后它的房贷的上限呢 予以设限 那么这一次呢 主要针对的是 以公司法人来购买房屋 它的贷款上限 再度的往下调 如果是用公司法人 来买住宅的话呢 第一户它的贷款上限 从六成一口气降到四成 降幅非常的大 第二户以上的住宅贷款呢 也同样降到了四成 而第三户的房贷呢 则是从六成降到了五点五成 对不起 公司法人是一律降到四成了 那至于自然人的部分 就一般人 如果买第三户以上 房贷呢 从六成降到五点五成 如果是这个第四户以上呢 就一律降为五成 那么至于对建商 它的买土地的贷款 或者它的余物贷款 没有任何的调整 所以对建商是放手的 但是对于公司法人 去买土地 买房子 还有对于自然人 去买第三户以上的房子 都降低它的贷款的层数 另外呢 这个新增加的是 对于工业区的 闲置土地的迪亚贷款 设定了五点五成 上限的贷款上限 显然对于工业区的 炒作土地价格 这件事情 那么有担忧 那另外呢 昨天呢 陆委会 邱泰山 这个主委 宣布大陆人士来台 从事商务领约 或者跨国企业内的 内部调动 恢复可以申请了 我们休息一下 等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